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会回答一些任生期糖尿病的问题 讲解离诊所之前的步骤 离诊所的时候 你可能会和营养师或糖尿病辅导员作首次面谈 这个视频不会讲及之前已经幻想的一型或二型糖尿病 不过大部分资料对有这些情况的妇女都有用 糖尿病即是血液中的葡萄糖过高 任生期糖尿病即是GDM 出现在怀孕时 荷尔蒙变化期间 生了宝宝之后就会消失了 你的饮食会提供包括葡萄糖在内的营养给你和BB 你的营养会穿过胎盘进入BB的血液 有任生期糖尿病的时候 荷尔蒙会出现不同行为 令胰盗素起不到正常作用 胰盗素不会被血糖离开血液而进入身体细胞 有效地作为能量使用 如果你的葡萄糖量到正常 你BB就会有正常量的葡萄糖 如果你的葡萄糖偏高 BB收到的葡萄糖也会是偏高 胰盗素是调节血糖的荷尔蒙 胰盗素不会穿过胎盘 如果BB得到太多葡萄糖 他会自产更多胰盗素来应付 这样就会引致BB在子宫内超大 而不健康的生长 出生时血糖过低等问题 怀孕时血糖高期 会增加你和BB出现病发症的机会 重要的一点是 BB生出时不会有糖尿病 但是如果你的饮食 生活方式和血糖 在怀孕期间不管控好 BB大过之后 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在Mathematics诊所 我们会教你如何监测 和管控血液内的葡萄糖量 确保它在目标的范围内 你会知道 以自己的情况来说 应有的血糖标准 这样就会将你和BB的病发症 可能性减到最低 不过注意 你的标准和非任生期 糖尿病是有所不同的 管控血糖高低 意味着你要调整饮食 活动 有时还要服用药片或移赌素 下一周 你就会预约和我们面谈 到时会收到更多个人化的资料 大把时间问问题 我们的助产护士已经安排一两日后 将血糖计送到你家 还有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 即是NDSS登记表 可以给你购买糖尿病产品时打折 请在收到后两日内 将表格提交到你用的药房 药房就会将测试条给你 你还会收到电子邮件 解释如何下载 任生期糖尿病手机应用程式 这个程式会收集你血糖计的资料 我们在Mathemothers诊所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没有智能手机 第一次面谈时 我们会安排另一种检测血糖的办法 我们最想知道的 是你每一天 同一时间的血糖计数 这个重要资料 将会帮助我们在你怀孕期间 照顾你和宝宝 为了解你生活方式 有哪方面需要有所改变 你要尽可能详细地 写下你吃的每一样东西 包括食物种类 分量一周内每天的血糖量度 你可以用我们给你的食物 和葡萄糖日记保 记下这些资料 先洗净手 然后用包里面一种特别的针 刺一刺手指的一边 记住不要刺手指尖 因为会很痛 然后将血滴 尖上测试条的末端 你的血糖结果 就会显示在意气上 记住每次刺不同的手指 请在早上睡醒第一件事 就测量血糖 然后在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 吃了第一口东西的一小时后测量 例如你早上七点开始吃早餐 那测试就应该在八点完成 请每日测试四次 每次测完就写下读数 测试时间、日期、吃了什么、做过什么运动等等 正常血糖的目标是 一觉醒来的时候是五点或以下 每餐饭一小时后是七点四或以下 将这些资料全部记下在食物和血糖日记宝 第一次来诊所时就带着 请确保用正确方法测试血糖 记住以下贴士 测试前不要用酒精湿根、擦拭或噴霧剂清洁手指 用肥皿和清水就是最好的了 测试条的存放温度是摄氏20至30度之间 不要放在阳光底下或发生的车里面 拿测试条的时候要确保双手肝爽 将测试条装好、封好、免受潮湿影响 确保测试条没有过期 在盒子上你会看到失效日期 每眼针,又称为彩血针 应该只用一次以防止感染和手指疼痛 饮食对保持怀孕期血糖正常相当重要 在诊所面谈的时候 我们会确保你的饮食有足够营养 扶持BB的成长 我们会帮助你保证饮食和血糖亮度得到平衡 你可能听说过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 就像这碟东西那样 它们是食物的主要部分 在你诊断有GDM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着重于饮食中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平衡 这样是为了管控进入你血液的葡萄糖量 同时也得到合适的维他命及矿物质 保证人身健康 现在来看看详细资料 碳水化合物是影响进入血液的葡萄糖量度的主要营养素 碳水化合物在很多食物中都有 特别是面包和菊麦 滑菊麦类食品 好像是小麦 粗麦面粉 大麦、大米、意大利面 薯仔、番薯、粟米、豆类扁豆等蔬菜 生果、牛奶、酸奶、蛋黄酱等乳製品 不过芝士里面不含碳水化合物 糖都是碳水化合物 蛋糕、饼干、棍仔糖、朱古力、汽水等食品 和饮料都含有碳水化合物 这类食物应该避免 很明显这些食物中有些会比其他都好 还有其他食物含有极少的碳水化合物 它们对血糖的高低影响最少 有百香果和醬果 普通肉类、鸡、鱼、蛋、芝士、坚果 脂肪、油及所有沙律、其他蔬菜 除了之前提到过的蔬菜 要确保你每餐和零食中都含有碳水化合物 最好做到每两个半或三个小时吃一次食物 每餐食等量的碳水化合物 衡量碳水化合物的好方法 是将它们看成是每餐之间可以交换的搭配 例如早餐就是米饭、肉及蔬菜 午餐晚餐就是面、青菜、肉类或鱼 正餐之间就吃含低量碳水化合物的零食 例如水果或一杯牛奶等 有些妇女认为最好完全不吃 或是只吃少少碳水化合物 以控制血糖量度 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会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例如生长不良 以及他们日后的健康 做好平衡其实很容易 只要每一餐的一半都是蔬菜或沙律就可以了 记住 这些蔬菜含很少碳水化合物 每餐食的碳水化合物 不要超过整餐的四分之一 最后的四分一应该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好像是肉、鸡、鱼、蛋或豆腐 在你第一次尼门诊面谈时 营养师会讲到哪些是最好的碳水化合物食物 你可能听说过低升糖指数或低GI食物 它们是更好的碳水化合物选择 一些好的改变可以是 鑽食多麦、黑麦或低GI面包 不食白面或全麦面 全菊物类或有种子的饼干 不食高度加工过的饼干 意大利面、面条或低GI米 好像是印度香米或澳洲白光米 避免白米或糙米 尝试番薯、午食白薯仔 重要是记住 煮满食物款式时保持关上的份量 无需增加食量 饮料来说水是最佳的选择 保持活跃走动也是管控血糖的重要方法 活动中使用肌肉越多 用的血糖都越多 建议你每日都有至少30分钟的运动 除非你的医生、物理治疗师或座产护士 有建议过你怀孕期间不好运动 你30分钟的锻炼可以分解为10或15分钟的训练 以中等强度的锻炼为目的 即是说你仍然可以说话 但就不可以唱歌不索气 你第一次与我们Mathemothers的面谈 无论是面对面透过电话或软程医疗 都将会是与营养师及糖尿病辅导员交谈 面谈会是在你知道有妊娠糖尿病的一个星期后 请保证面谈之前 记录你吃的东西和血糖的高低 营养师和糖尿病辅导员 会在第一次面谈的一周后跟你联系 我们会持续监测帮你调整饮食及血糖情况 重要的是立即行动 准备一个血糖计开始测试 调整饮食及运动等 请确保你有血糖高低的记录 记下任何问题 等我们联系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了 我们期待很快见到你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